深夜的大街突然发生一场惨烈的车祸 路过的男人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 每当有这类流血事件发生 总会有一群拿着摄像机的疯子迅速到达现场 拍摄事故的每一个细节 这一幕引起了路易斯强烈的好奇心 原来他们通过把视频素材卖给电视台 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 看来这份工作要比他小偷小摸来钱快得多 路易斯提出加入请求 却未果断拒绝 这时广播里又传来新的事故播报 男人赶紧让同伴上车前往下个地点 看着远去的汽车 路易斯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早晨 电视上正报道着昨天晚上发生的车祸 看到这条新闻 他觉得自己也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 说干就干 路易斯马上就开始了行动 他决定从这台价值不菲的自行车下手 来到市场他用偷来的自行车 换了台二手摄像机和一台警用监听器 当晚他就停在马路边 一遍遍听着监听器里传来的各种信息 播报里都是些专用的警用代码 他研究了半天好不容易听懂了一条信息 东北片区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 路易斯立刻开着自己的小破车前往 当到达时警察早已控制了现场 他没有多想拿出摄像机就开始拍摄 但马上就遭到了警察的驱赶 由于经验不足 路易斯不知道哪些才是有价值的新闻 开到的都是些无人关注如酒驾之类的小事件 就在路易斯有点灰心时 突然监听器传出有关枪击案的播报 当他到达现场时 警察与救援人员已经就位 同行抢先一步在现场拍了起来 路易斯连忙拿出设备 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二手摄像机 与同行的专业机器在一起略显尴尬 为了能拍到清晰的画面 路易斯厚着脸皮来到第一现场 拍下了伤者血腥的特写镜头 很快他的冒失举动引起警察的强烈不满 把路易斯与同行一起请出了现场 男人一路骂骂咧咧 亲切的问候了路易斯的家人 随后拿出手机给电视台打了电话 并以300美元的价格成交 干这行竟然如此挣钱 路易斯也决定去碰碰运气 很快他带着素材来到电视台 可制片人丽娜却说 他们早已拿到了相关素材 这句话成功引起了对方的兴趣 丽娜非常清楚观众想看的是什么 虽然路易斯拍到画面有点血腥 但这对提高收视率非常有帮助 经过一轮讨价还价 丽娜表示 就这模糊的像便便一样的画质 最多值250美元 其实这个价格路易斯已经相当满意了 丽娜透露并不是所有新闻都能上头条 人们更愿意关注枪击等流血事件 或者是各种灾难如火灾车祸等新闻 这样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 回到家后 她看着自己拍摄的视频被播出 从未有过的成就感瞬间涌上心头 为了方便区分哪些事件值得拍摄 她特意到网上下载所有的警方事件代码 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 干这行单打独斗肯定不行 于是路易斯装模作样的 面试了一个无业游民 男人叫瑞克 事业多时居无定所 正急着找一份工作 两人一拍即合 最终路易斯以每晚30美元的报酬 签下了瑞克 随后瑞克对其进行了简单的职业培训 等到夜幕降临便可以大干一场了 突然一场火警信息从监听器传了出来 两人立刻出发赶往现场 然而第一次合作并不成功 为了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 路易斯恨不得把油门踩进油箱 瑞克被这疯狂的举动吓到 一时紧张竟然看错了路 结果当他们赶到时 不仅大火已经被扑灭 还迎来同行无情的嘲笑 路易斯快被气疯了 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生气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良好的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次他们来到一起枪奸案现场 可惜依旧是来晚一步 现场已经被警察封锁 同行表示根本拍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素材 难道今晚要空手而归吗 趁着夫妻俩接受警方的盘问 路易斯悄悄从后门溜了进去 冰箱上的弹孔引起了他的注意 把受害者的照片移到旁边 于是一个特殊的镜头视角就形成了 不出所料 丽娜对这次的素材大加赞赏 这时主编却注意到 这组镜头像是私闯民宅的非法拍摄 但丽娜却完全听不进去 执意要播放这段视频 路易斯出众的能力被丽娜看在眼里 作为一个新人竟能拍出这样有想法的素材 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 丽娜看路易斯的眼神里充满了欣赏 尝到成功的喜悦 路易斯的野心也开始急速膨胀 接下来的日子里 路易斯干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仿佛自己就是为了这份工作而生 就这样高质量的素材不断的传到电视台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路易斯挣得盆满钵满 不仅手中的摄像机换成最新的专业机型 甚至为了能迅速到达事发地点 他不惜花费巨资买了台跑车 上路后更是一记绝尘 连红灯都没有放在眼里 果不其然当他到达车祸现场后 警察与同事都没有感到 经验丰富的路易斯总觉得画面里少了点什么 为了让画面更有冲击力 他不惜破坏第一现场 拖着奄奄一息的伤者放到合适的位置 这回路易斯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当警察与同事赶到现场时 路易斯已经完成了拍摄 当初你对我爱搭不理 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 曾经拒绝路易斯的同行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拉他加入自己的团队 开出了丰厚的条件 他哪里知道此时的路易斯已经彻底膨胀 并且有了更大的野心 他非常清楚要想在事业上获得进一步提升 必须要和丽娜打成一片 于是晚上就与丽娜在餐厅约会 丽娜从事新闻工作多年 路易斯那点小心思早就被他一眼看穿 表示自己不会与同事搞到一起 再说他要比对方大了十来岁 谁能料到路易斯却毫无节操 要知道新闻频道的收视率主要靠犯罪题材 而这段时间路易斯几乎垄断了这类题材 在电视新闻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 作为电视台的负责人 丽娜必须保证有更多观众锁定他们的频道 无耻的路易斯便以此为要挟 当然他不是真的喜欢丽娜 而是看中了他背后的人脉关系 拿下丽娜就能让自己的工作更加顺风顺水 命脉被人拿捏 丽娜只好同意下来 然而就在路易斯准备大干一场时 现实却给他好好上了一课 当晚路易斯接到了一则飞机坠毁的消息 可由于事发地位于郊区 路易斯最终还是来晚了一步 更让人惊讶的是 被他拒绝的同行已经拍摄完毕 原来他为了盖住路易斯的风头 不仅升级了装备 同时还扩充了团队 就在他嘲笑路易斯的同时 他的另一辆新闻车已经到达了另一个事发现场 当丽娜得知路易斯错过了飞机坠毁的重磅新闻 瞬间情绪失控 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看着丽娜充满失望的眼神 路易斯内疚不已 带着压抑的心情回到家后 电视上正播放同行的头条新闻 这一刻路易斯终于爆发了 一个邪恶的想法从他的脑洞闪现 他悄悄钻进同行的车底 深不知鬼不觉的动了手脚 不出所料 当天晚上同行就发生了车祸 瑞克奇怪路易斯为什么放着附近的火灾不拍 而是赶去更远的车祸现场 到达后瑞克这才发现 出车祸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经常和他们抢新闻的同行 显然路易斯并没有因为他是同行就放过他 在他的眼里这仅仅是条新闻素材而已 并且他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不安 除掉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城市中的头条新闻几乎被路易斯全部包揽 很快他们就接到富人区发生入室盗窃的播报 凭借跑车的急速 他们再一次抢在警察前到达现场 更离谱的是嫌疑犯竟然还在行凶 看来这并不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 路易斯连忙躲在路边的草丛 悄悄拍下两名凶手驾车逃离的画面 在确认安全后 路易斯拿着摄像机走进了别墅 台阶上遗落的枪支 客厅沙发上血肉模糊的尸体 楼梯上的血脚印证明楼上还有受害者 果不其然他又在卧室的床上 以及厨房发现了两具尸体 路易斯兴奋极了 从一这么长时间 这还是第一次拍到这么精彩的画面 这无疑就是明天的头条新闻 等到拍摄完毕 警车这才姗姗来迟与跑车擦肩而过 路易斯并不打算将证据交给警方 他让瑞克待在车里不准出来 来到车尾剪掉拍到凶手的画面 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更加疯狂的计划 电视台拿到的只是豪宅内部的画面 在场所有人包括丽娜在内 脸上都写满了震惊 由于路易斯足足比警方早到十来分钟 他有充足的时间来拍摄 素材里的画面冲击力十足且血腥 肯定无法直接播出 最终丽娜决定将所有死者的脸上 及伤口都打上马赛克 路易斯知道这段视频对电视台意味着什么 直接开出了15000美元的天价 要知道这么多的钱是他们一个月的预算 丽娜显然不能接受 有了底牌 路易斯的语气异常强硬 这条新闻一旦播出 势力会引起富人们的恐慌 会有更多的人关注电视台的独家报道 当然路易斯承诺 可以持续拍摄到案件的进展 到那个时候 电视台的收视率会达到质的飞跃 事到如今 这点钱根本满足不了路易斯的胃口 她要的是更多的知名度和电视台的人脉 以便为她的公司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随后 丽娜便给路易斯引进了电视台的高层 当晚 这条新闻播出的效果相当炸裂 由于是独家再加上视频的血腥且真实 电视台的收视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 丽娜按路易斯的要求 让主持人反复提及素材来自路易斯视频公司 第二天早晨两名警察来到了路易斯家中 询问昨天晚上警方没有到达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路易斯声称自己的确看到了凶手 但由于当时天黑没有看清对方的样貌 当然 他给警方的那段视频和新闻上播出的一模一样 全都剪去了拍到凶手以及车牌的画面 警察离开后 路易斯根据车牌号 查到了凶手的居住位置 随后叫来了瑞克 说明那天晚上 他其实拍到了凶手 主动将他的工资涨到了75美元每晚 路易斯计划跟踪两名凶手 在合适的位置选择报警 然后他们趁机拍下整个抓捕过程 说不定会发生一场激烈的枪战 毫无疑问这又将是一个重磅的头条新闻 同时路易斯还能拿到5万美元的悬赏金 听到这话 瑞克不干了 当场要求要平分这笔钱 否则就要把路易斯的行为举报给警方 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计划 路易斯只好同意了他的要求 两人一路跟踪 直到凶手的车辆在一家餐馆停了下来 这里是绝佳的拍摄地点 路易斯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说明情况 很快监听器里就拨报了这条信息 警察马上就会赶到现场 路易斯让瑞克到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拍摄 瑞克知道自己一旦让凶手发现 必定有生命危险 说什么也不肯出去 在路易斯的威逼利诱下 瑞克只能硬着头皮下了车 此时两名警察已经到达现场 两名凶手立即紧张起来 悄悄从桌底拿出手枪 这一切被路易斯拍得非常清晰 他知道一场警匪大战即将上演 很快另一辆警车也赶了过来 凶手见情况不对 果断拔枪先下手为强 混战中一名凶手当场被击毙 另一受伤开着车逃了出来 警察迅速开车坠机 而路易斯和瑞克紧跟其后 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全部过程 在这场追逐大战中 一辆警车在路口发生了碰撞 可这丝毫不能下退路易斯前进的脚步 凶手开着车不停的撞向另一辆警车 最终发生了车祸侧翻在地 路易斯赶忙下车 小心翼翼的来到凶手的车旁查看情况 片刻后他对瑞克说对方已经死去 让他赶紧过来拍摄 可万万没想到 当瑞克拿着摄像机上前准备拍摄时 悲剧发生了 这一幕让早就准备好的路易斯给拍了下来 凶手看着这个拿着摄像机的男人一脸不可思议 此时增援的警察已经来到了这里 凶手想要逃走 结果被当场击毙 躺在地上的瑞克再也不是他的员工 现在的他只是新闻素材而已 今晚发生的一切尽在路易斯的掌控之中 他就像整个事件的导演 甚至包括瑞克之死 随后路易斯带着这重磅新闻来到了电视台 这一刻他的心情好极了 上扬的嘴角比AK还要难压 当丽娜看完这段视频后 被深深震撼 再次对路易斯深不可测的工作能力赞叹不已 然而就在新闻即将播出前 警方传来了最新消息 原来警方在那栋豪宅里搜出了大量毒品 显然这起案件并不是惨绝人寰的灭门惨案 而是个黑吃黑的毒品结案 此时的丽娜已经变得和路易斯一样 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她非常清楚如实报道就会降低收视率 所以拒绝更改新闻标题 新闻播出后路易斯被请到了警局 警察怀疑路易斯有知情不报的嫌疑 为了拍抓捕视频 导致一名警员不幸牺牲 对此路易斯早已编好了应对说辞 尽管警方明知他在编造谎言 但手中又没有掌握有力证据 最终只能将其无罪释放 再除掉竞争对手 清理掉不听话的员工后 路易斯组建了新的团队 他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着每一个员工 夜行者是一部充满张力和深度的影片 也可以说是一部三观不正的励志故事 但也正是因为不端正 反而让人感觉更加贴近现实 对此您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